而防疫降级解封 花莲各大景点也成为了游客的首选 包括了东海岸、华东纵谷 以及泰鲁阁三大国家风景区 也都公布了防疫指引以及规范 希望民众来到国家风景区 都能够做好社交距离、人流的掌控 避免群聚的情况发生 花莲多个国家风景区在解封后 首日也都公布了防疫指引 让游客以及旅行业者 可以明确地知道国家风景区的管制措施 我们按照中央的指引 这个室内的话大概是50人 室外的话大概是100人 然后都会采石莲汁 那另外博受欢迎的武岭的观景台 限制为52人 山岳吊桥为100人 那我们希望虽然降为二级 仍然这个疫情也是处于严禁的状态 那呼吁大家没事就不要散散 那如果上来呢 也要严守防疫中心的规定 大家共体时间 不只是太鲁阁国家公园 花莲的水域活动 更是民众所喜爱的旅游方式 最知名的旅游潭风景特定区 花东重谷管理处也给予明确的防疫规范 因为旅游潭这边是水域 那水域在二级的部分 它也开放 就是开放水域活动 是只要能够全程佩戴口罩的水域活动 多开放 那在我们旅游潭这边 包括如果游客来这边 它可以坐脚踏船 坐小船 或者是独木舟 第四滑桨 手滑船 这些都是要全程佩戴口罩的 花东重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 旅游潭水域将开放全程 可佩戴口罩的下水油气活动 如骑程水上脚踏车 独木舟 SUP等 以及载客小船航行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